这个就是2014年6月16号的荔枝 这个是2016年的 这一次我的项目 果蔬冷链控制关键技术及装备创制 以应用融获了广东省科技进步一等奖 这就是我们的物理厂 物理厂冷冻技术的一部分 在物理厂作用底下 我们冷冻过程中就能够达到控制冰晶 它是如何形成 如何增长 如何分布 我们最终的目的 就是要让这个冷冻过的食品里面的冰晶 是很细微的 它的分布是很均匀的 那么我们这个冷冻食品的直够就不会受到破坏 我们的营养成分就能保持 我们就可以达到跟新鲜食品差不多一样的口感 跟那个品质 下载南光都市保育PP 独家精彩视频愿意看